林杰朗醫師非常關心台灣的食品安全 先前他就提過咖啡杯常用的5號杯蓋可能會致癌 今天台北市衛生局抽驗了25家業者 發現其中有13家業者的杯蓋 預熱會變形 包含了星巴克 摩斯漢堡 還有單體咖啡通通榜上有名 這些塑膠杯蓋在外帶咖啡時一定會用到 但仔細一看怎麼杯蓋邊緣都扭曲變形 這19件測試的結果 有13家的杯蓋受熱之後是有變形的 那6家它的杯蓋是沒有變形的 一般咖啡溫度在57到78度之間 但在90度的高溫下 這些6號杯蓋統統變形 那以PS來說它的溫度是70到90 我會用它的溫度上限去做一個這樣一個測試 店家咖啡的溫度平均是57到78度 其實它並沒有超過6號PS 這樣子一個溫度的一個上限 像是星巴克 摩斯 漢堡和單體咖啡都被檢測不合格 目前只有單體已經輔導後改用5號杯蓋 其實我們已經有在91號的時候就會進去 部分店面局部導入用5號杯蓋了 比起6號杯蓋 5號杯蓋使用耐熱度較好的PP材質 但這些因高溫變形的杯蓋到底會不會對人體有影響 變形 事實上它是溫度是在它的保險範圍之內 可是變形當然是增加風險 強調要在食用食品方面讓民眾更安心 建議改用5號杯蓋 但想要避免塑膠製品對人體的傷害 建議民眾養成自備餐具的習慣比較安心 郵件TV 林天佑 直軒 台北報導